这天警方接到一位村民报案 一具浑身赤裸的女尸被捆绑着 仍在树林中一辆车的后备箱里 林队立刻赶着现场 经过询问得知 村民其实昨天就看到这辆车了 但当时他以为是外地人来旅游停在这里的 就没在意 可今天他砍完柴回家 这辆车仍旧停在这里 他觉得奇怪 就走近看了一眼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接着他又拉了一下车门 没想到立马就开了 想着车没锁 里面说不定有什么好东西 他就去看了一眼后备箱 可下秒 那具女尸却差点把他吓尿 随后警方对女尸进行检查 初步断定死者是窒息而亡 车里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现场也没有其他的线索 警方便先将尸体带回了警局 之后通过调查现场的汽车 警方发现这辆车 竟是大兴酒厂的老板徐明的 难不成这与之前的一起枪杀案有关 三天前有人在省道上 发现了一个重伤昏迷的男人 过路司机将他送往医院后 就及时通知了警方 女警小元急忙赶到了医院 得知受害者竟然受了枪伤 因为伤势严重 昨晚手术也没醒 此外小元还在受害者口袋里 发现了一张大兴酒厂的出金卡 以此确定受害者名叫康平 得到这个消息的林队 此时也带着警员 在对发现康平的地方进行勘查 他交代小元 一定要仔细保护康平的安全 以防凶手再次袭击 而这部警员经过现场勘查 在案发现场不远处的草丛里 发现了一枚弹壳 看来这里应该就是 得到更多线索 警方当时查到康平工作的 大兴酒厂后 便立刻过去调查情况了 但没想到却得到了 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 据酒厂女秘书金巧巧称 其实三天前 他老板徐明还被绑架了 直到昨天下午 他帮着交了赎金 徐明才被放回来 而根据徐明的指认 这个康平就是绑架他的其中一人 小元很奇怪 徐明都被绑架三天了 他们怎么没有报警呢 金巧巧有些无奈 当时厂里几个员工 是想要报警的 但徐明却坚决不同意 说这样会害的他 他们也无法做主 于是只能交了赎金 所以金巧巧又提供了一条线索 称交赎金的时候 绑匪还开着徐明的车呢 后来徐明被放了回来 那辆车也一直没找到 说到这里 金巧巧想起了一件事 昨天下午他交完赎金没一会儿 康平突然开着车过来了 于是他便将徐明被绑架的事 告诉了他 之后两人就开车去追 但走到半路 康平的车突然坏了 无奈两人只能放弃 听了这话 小元急忙对徐明进行了询问 徐明回忆起被绑架的三天 简直快哭了 他从那天晚上 自己洗完澡出来 发现家中竟多了两个蒙面人 而下秒他就被蒙着头带走了 等着能重建光明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椅子上 关进了一个小屋里 之后那两个绑匪便拿走了他的手机 而他之所以能指认康平 就是因为第三天晚上 康平竟然进来给他送了一次饭 根据徐明提供的线索 康平的确很有可能是绑匪 那他一定知道同伙的行踪 可现在他还处于昏迷状态 因此也无法从他口中 得到有用的线索 之后警方再次对徐明进行询问 林队询问徐明 在被绑架的三天里 有没有发生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刚开始徐明一脸懵 可他想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 有好几次曾听到学生放学的声音 难不成被绑架的地方附近有一所学校 不过徐明自称他当时精神有些恍惚 所以根本无法凭借声音 分辨学校距离自己有多远 但是之后有一次他还听到了街边 叫卖换液化器的声音 所以这样看来他被绑架的地方 应该距离公路不远 虽然这些线索还不够具体 但也算是有所进展 警方正准备对此进行调查 没想到就发生了树林女尸的案件 之后警方又对徐明家中进行勘查 竟然有了意外的发现 小元在一条浴巾上发现了一根长发 经过检测确定 这根长发的DNA 与树林女尸的DNA完全匹配 再加上女尸还被抛逝在徐明的车上 这么看来 徐明一定与这个女孩有关系 于是之后林队两人 便再次对徐明进行了审问 林队直接将死者的照片拿了出来 没想到徐明竟矢口否认 自己认识这个女孩 她的表情非常心虚 明显就是在说谎 小元非常愤怒 编程警方已经在她浴室的浴巾上 以及床上都发现了这个女孩的头发 她怎么敢说不认识 听了这话 徐明瞬间慌了 沉默了一会儿 她便说了实话 她称这个女孩名叫苏颖 一个月前来她常理应聘 因为长得漂亮会来事 两人便自然而然搞到了一起 而案发那天晚上 其实她还带着苏颖回家过夜 看着眼前妩媚动人的漂亮女友 男人迫不及待抱了上去 怎料她的急迫 就让女人有些不开心 你怎么那么着急呀 一点情调都没有 大后的夜晚 可不能让漂亮女友不满意 于是男人赶紧带着女人进了屋子 回屋后两人各自梳洗了一番 但苏颖却迟迟不出来 她便在楼梯上喊了一声 没想到苏颖竟直接让她进去 难不成要来一场阳阳浴 她兴奋地直接冲了进去 可下一秒却差点把她吓晕 苏颖被一个蒙面男劫持着 她扭头就想跑 但没想到她身后竟也有一个蒙面男 这两人挟持着她和苏颖 就开车跑了 后来她交了赎金被放了出来 因为受了惊吓 根本没想起来还有苏颖这号人 刚刚得知苏颖遇害的消息 她也是十分难过 这话让小元怒了 之前她不是还说不认识苏颖吗 现在又来猫鼓耗子假慈悲 可真是会装模作样 说起这个 徐明有些委屈 她称自己堂堂一个大老板 与女友约会是被绑架 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所以刚开始就没敢说 这个徐明可真是个自私鬼啊 小元随后又询问了有关苏颖的情况 但没想到 徐明除了知道苏颖是金巧巧的大学同学 其他什么都不清楚 和这两人交往了一个多月 只进行身体交流了呗 而就在这时 林队突然接着消息 受伤的康平竟然醒了 可没想到林队到了之后 这康平竟然又昏过去了 据留守的警员称 康平醒来后就一直发呆 话也不说 所以也没从他这里得到什么线索 但康平与这两起案件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林队还是交代警员 一定要看好康平 可没想到当天晚上 林队竟突然收到消息 康平被人堵死在了病房里 林队对着两个值班民警大发雷霆 可再怎么愤怒都已无济于事 林队只能赶紧对值班护士进行询问 了解凶手的信息 据护士称 当时他正背对门坐在书桌旁写东西 却突然感觉身后有呼吸声 下秒他就被打晕绑了起来 现在想来 那个凶手应该是个男人 力气很大 看来这个男人 很有可能就是康平的同伙 可他到底是谁呢 此时小元这边 在得到徐明提供的线索后 便去找了金乔乔 小元询问他 是否认识一个名叫苏颖的女孩 金乔乔想了一下 称自己大学时 倒是有一个同学叫苏颖 但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个人 当时这个苏颖非常喜欢在学校 搔手弄姿 所以两人关系并不亲近 而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小元很奇怪 据徐扬称 苏颖之前去酒厂面试 还被金乔乔撞见过 两人怎么会没有再见过面呢 眼看瞒不住了 金乔乔只能说实话 他称自己其实不是故意说谎的 只是为了保护别人的隐私 才没有多说 那天他去徐扬办公室 刚到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来男女打闹的声音 之后徐扬开门时 他还看到苏颖一山不整的 而徐扬也面在唏嘘 所以这两人 一定是在干见不着人的事 毕竟老板也牵扯其中 他也不敢多说啊 小元不信他的话 来之前他去酒厂调查过 金乔乔可是对苏颖意见很大 还当着众人的面 说苏颖是靠歪门邪道上位的 没想到听了这话 金乔乔竟丝毫不慌 坦然承认自己确实说过这种话 还称自己就是看不上苏颖这种人 说两句也没什么吧 这金乔乔一直在说谎 明显就是在试探警方的底线 看来他一定有问题 不过此时没有任何证据 小元也不便多问 而之后他便去了 附近唯一一个液化器公司 经过询问得知 他们公司只有三辆车 其中一辆车安装了喇叭 另外两辆车都是人公喊的 根据徐明提供的线索 那声音听起来非常机械 小元猜测 应该是有喇叭的那辆车 于是之后便找了 当时开这辆车的司机 司机仔细回忆了 前几天开车走过的路线 小元一听发现 竟然还经过了一个学校 看来徐明被绑架的地方 极有可能就在那个学校附近 之后小元便去了那座学校 可在周围转了一天 都没发现任何线索 晚上小元正准备回警局 没想到竟在车窗外 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金巧巧 他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 随便偷偷摸摸去了一个出租房 开门前还左顾右盼看了看 金巧巧怎么会在这里呢 小元觉得奇怪 不想打草惊蛇 便先回了警局 而此时林队这边 突然接到消息 徐明丢失的手机竟然开机了 而且早上还一连通了三次电话 都是打给镇上一个商店的 供应电话的 林队立刻带人赶过去 经过对老板娘的询问得知 早上并没有其他人使用电话 只有自己名叫张月的小女儿 打过几次电话回来 林队瞬间怀起了张月 于是急忙去麻将市 将张月带回了警局 他一个没见过大场面的小女孩 面对询问直接一股脑交代了 称手机并不是他的 而是从一个大哥那里偷来的 前天晚上他陪一个大哥喝酒 没喝多少 那个大哥就醉了 那时他突然注意到 沙发上有一部手机 为了顺利拿到手机 他便又狂了大哥喝了一杯酒 这下大哥是彻底不行了 于是之后他就顺利成章 将手机偷走了 林队本想再从张月这里 得到这个男人的其他线索 不料张月除了知道男人长什么样 对其他的简直一无所知 幸好此时小元这边 得到了有用的线索 于是之后警方便将金巧巧 进入的大间出租屋的房东 传讯了过来 据房东称 他那个房子里面 其实有很多间屋子 一个月前有一个女人突然敲门 趁要租房子 进来后大概看了一眼 便将所有的房子都租了下来 还一次性付了三个月的租金 眼看女人如此爽快 他拿了钱就离开了 之后再也没回去过 林队想不明白 金巧巧为什么要在这里租房呢 为了找到事情的真相 林队直接带人过去调查 发现门已经锁了 看来金巧巧已经离开了 之前他租房后 便将所有的门锁都换了 因此房东这边也没有钥匙 为了得到更多的线索 林队只能悄悄从别处爬进院子 进去一看 大厅里还有一桌没吃完的韭菜 看来这里一定住着男人 林队随后又推开了其中一间屋子 发现里面的一根铁柱子上 竟有绳子勒过的痕迹 难不成这里就是绑架徐明的地方 之后林队又在床底下 翻出了一些衣物 既然东西没有带走 那就说明人一定还会回来 林队立刻命警员在附近进行蹲守 此外还命小员找人对金巧巧进行跟踪 没想到还真被林队说中了 一个小时后 一个光头男就鬼鬼祟祟的开门进了屋子 林队立刻带人进去 将光头男按到了地上 此时金巧巧这边也有了动静 警员发现一个男人 悄咪咪地进了金巧巧家中 但十分钟后 林队带人进去 却发现金巧巧以及那个男人都不见了 看来是畏罪潜逃了 林队立刻命警员 对附近出城的道路进行排查 可一夜过去了 并没有任何发现 而就在众人有些气馁时 林队竟突然接到一个女人报案 乘有一男一女潜入了徐明家中 这两人极有可能是金巧巧与他的同伙 林队立刻带人过去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林队只能命警员悄悄躲在树林里 郑冲没办法进去了 此时警员突然传来消息 他们截住了一个给徐明送餐的外卖员 这可真是科顺遇上送枕头的了 林队立刻命警员伪装成外卖员 去敲了徐明家的门 敲门声一响 屋内几人瞬间慌了 但也许是不想被看出异样 金巧巧还是让徐明开了门 而就在这时 警员们趁机一拥而尽 瞬间将金巧巧两人制服了 之后警员便将这两人抓捕归案 事已至此 金巧巧便只能交代了一切 他称自己之所以这样做 完全是因为徐明 他跟了徐明五年 这五年间为了徐明 自己狠心流产两次 本以为等来的会是徐明的宠爱 可没想到苏颖却突然来了 面试那天 禁勾的徐明挪不开眼 他恨极了 于是便决定除掉苏颖 顺便从徐明这里 弄点精神损失费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但那天交付赎金时 竟被康平给撞上了 还自告奋勇 要带他去追绑匪 不讲路线 他只能将计就计 而路上其实也顺利的很 康平的车根本没有坏 到了地方后 为了除掉康平 他便引导康平 去绑匪所在的房子查看 之后他立刻给同伙打电话 让他们将康平给抓进去 顺便让康平在徐明面前露露脸 让徐明以为 康平也是绑匪之一 事实证明 这个计划天衣无缝 本来之后 他还交代两个同伙 将康平除掉 但没想到这两人办事不力 而康平又十分命大 竟拖着重伤的身体爬到路边 等到了救援 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便知道坏了 可是他诱导康平 去绑匪那边查看的 等他醒了 自己岂不是就要暴露了 于是他便决定 一不做二不休 去医院将康平杀害 计划顺利实施了 但没想到 自己最终还是被发现了 这个真是天网灰灰 数而不漏啊 金桥桥也是可怜 徐明显不是值得托付之人 在第一次受到伤害时 他就应该明白 可最后竟还为了这个男人 毁了自己的一辈子 甚至还杀害了两个无辜之人 简直是可怜又可恨 等待他们的 将是法律严厉的制裁 这个女人在外打工十年 终于有时间回娘家看看 她坐着公交车 满心欢喜地回了家 可没想到当天晚上 竟离奇失踪了 此日早上 一个小伙去镇上赶集 竟在路边的树林里 发现了一具 衣衫不整的女尸 吓得她当即就报了警 警方得到消息后 立刻封锁了现场 法医初步实检 发现死者年龄在30岁左右 生前曾被侵犯过 此外身上和头上 也有多处擦伤 从严重程度来看 后脑勺的伤口 应该就是致命伤 现场没有更多的见所 于是李涛便对发现 尸体的小伙阿光 进行了询问 阿光称早上 他在等警方到来时 听到身后 一辆公交车上的 售票员大妈 在和司机抱怨 称死者昨天 才坐过他的车 听到这里 李涛急忙询问 那辆公交车的车牌 但阿光当时并没有仔细看 所以根本没有印象 不过他倒是知道 那辆公交车 是从城关那边开过来的 车门那里 还有一个饮料的宣传画 而那个售票员 大妈胖乎乎的 长相他形容不出来 不过要是再次见到 他肯定能认出来 于是为了尽快 确认死者的身份 女警小文便带着阿光 去附近车站搜查了一遍 国真有了发现 两人在车站 找到了一辆车 阿光一看车门处的 饮料宣传画便称 这就是当时他看见的那辆车 而之后小文便根据这辆车 找到了车上的售票员大妈 大妈刚开始有些害怕 但当知道警方 只是来了解死者的情况 便放松了下来 他称自己确实见过那个女人 前天下午还坐了他的车 大概是六点钟左右 便在渡口镇下车了 当时车后座只有那个女人 所以他印象比较深刻 不过他也只是见了一面 因此并不清楚 这个女人的身份 虽然还是没有查到 死者的身份 但也算是有所发现 而就在这时 一个名叫赵杰的男人 突然来了警局报案 称自己的妻子刘燕失踪了 他描述的失踪时间 与死者的死亡时间非常接近 因此警方便带他去认了尸 没想着赵杰看后 瞬间便哭了 看来死者果真是他的妻子刘燕 随后李涛便对赵杰进行了询问 赵杰称他是一个医生 妻子失踪那天 他刚好去别的医院做手术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一回来便听小保姆说了这件事 小保姆告诉他 刘燕前天下午出门后 就没有再回来 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担心 便赶紧给刘燕打电话 但刘燕那边却一直没有接 而之后他又把 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还是没有刘燕的消息 他本想着刘燕 可能是手机没电了 昨天晚上应该能回来 但他在家里等了一夜 依旧没有等到人 早上时他终于感觉不对劲了 所以便急忙来警局报案 可没想到得到的 竟是刘燕的死讯 听到这话 李涛也非常同情 而之后为了了解到 更多的线索 小文又对死者刘燕家中的 小保姆婷婷进行了询问 没想到竟有了意外的发现 婷婷称近一个月以来 一直有一个陌生男人 往家里打电话找刘燕 每次刘燕接到电话 就赶紧把电话 拿到房间里去接 因此他并不清楚 两人都说了些什么 而这件事 后来还被雇主赵杰知道了 夫妻俩因为这个 打吵了一架 得到这个线索后 李涛又立马询问了赵杰 对于这件事 赵杰倒是坦然承认了 他称那个男人 好像叫高祥 是个记者 但具体是哪里人 以及在哪里工作 他并不清楚 不过据他了解 高祥应该是刘燕的初恋男友 两人现在好像是旧情复燃了 因为近段时间 这个男人经常给刘燕打电话 有一次甚至还找来了医院 为此他还和刘燕大吵了一架 他哭后婆心劝说刘燕 两人都在一个医院工作 这件事要是被其他同事知道了 肯定是会说闲话的 到时候对两人的工作都不好 但刘燕却什么都听不进去 依旧经常与高祥联系 而前段时间 高祥来医院找刘燕 还让他给碰上了 那天早上 他看见刘燕的诊室外面 有个男人一直在徘徊 当时他就猜测 这男人很可能就是高祥 之后经过询问 国珍验证了他的猜测 他当时非常生气 因此便警告高祥 以后不要再和刘燕来往 高祥听到这话还否认了 称自己和刘燕并没有那种关系 但他才不相信 之后将高祥骂了一顿才离开 从那以后 他倒是没有再见过高祥 可他能感觉到 刘燕和高祥还是一直有联系 说到这里 赵杰终于忍不住了 他哭着称 自己明明对刘燕那么好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 看他这个难过的样子 李涛两人也是有些感慨 感情的事 谁也说不明白啊 眼看从他这里 得不到更多的线索了 于是警方便让赵杰先回家了 不过之后 小文经过左思右想 还是觉得这个赵杰有问题 刘燕前天就已经失踪了 他为什么次日不赶紧报警 等到今天才报警呢 而且经过了解得知 刘燕从来没有夜不归宿过 作为丈夫的赵杰 第一次遇见这种事 怎么还能安心坐在家里等呢 这点实在令人怀疑 他猜测会不会是刘燕 偷偷去和高祥见面 被跟踪刘燕的赵杰看见了 因此两人发生了争执 而在回家的路上 刘燕和赵杰在车上 发生了肢体冲突 在慌乱下 刘燕打开车门 不小心掉了下去 导致了死亡 就要先确定赵杰的不在场证明 是否是真实的 于是交代完小文 继续关注死者丢失的手机后 李涛便直接去了赵杰和刘燕 所在的医院了解情况 据一个小故事称 赵杰在案发当晚 确实是在附近的一个医院做手术 当时他也在场 那场手术 是晚上十点到凌晨三点半才结束的 这中间赵杰都没有离开过 这样看来 赵杰倒真是没了嫌疑 不过既然来都来了 李涛随后便去找了医院的王院长 了解赵杰和刘燕的情况 王院长称 这两人在医院一直是模范夫妻 平常感情看起来非常好 这次刘燕出这样的事情 可以想象对赵杰来说打击有多大 他的说辞和真实情况不太相符啊 不过随后王院长又称 其实他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 说是刘燕在和一个记者搞婚爱恋 他是不相信这个事情的 不过大家都在说 他也不能肯定是真是假 而关于那个记者的身份 他也不清楚 这一番调查下来 也没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不过小文这边却有了意外的发现 他对周围几个村镇进行调查 从一家小商店老板这里得知 这段时间一直有一个男人 来他这里打电话 一打就是半个小时起步 打电话的时候 还一直拿着个本子写写画画 这个人异于常人的行为 让他觉得有些奇怪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听到这话 小文倒是有些怀疑 这个男人会不会是高翔呢 既然他经常来这里打电话 那说不定过几天还会来 于是他便将自己的联系方式 给了小商店的老板 警察再看到 这个来打电话的男人 就立刻给自己打电话 老板听后心然同意 但还没等老板 再次遇见那个打电话的男人 正在回警局路上的李涛 突然得到一个线索 死者刘燕的手机 竟然在通话中 而且信号就在他附近 李涛听到这话 瞬间震惊了 而他一抬头便发现 一个男人就在他的车前打电话 难不成就是这个人 李涛立刻下车 但这个男人也挂了电话 走进了一旁的小道里 为了不打扫惊蛇 李涛两人便悄悄地跟着他 而之后便看见这个男人 进了一家饭店 饭店的老板娘 将他大骂了一顿 听话里的意思 这个男人应该是他的丈夫 那他应该就是店老板了 李涛两人没有多看 装作客人的模样 走进了饭店 之后不久 这个店老板便过来 给他们侦查倒水 询问他们要吃些什么 李涛没有回答 直接拨通了刘燕的电话 果不其然 店老板手里的电话响了 难不成他与刘燕的死有关 李涛随后便亮明了身份 询问他手中的电话是谁的 店老板还死牙子嘴硬 称电话就是自己的 李涛瞬间便怒了 而店老板看李涛变了脸色 竟然直接改口了 称电话以前确实不是自己的 不过现在已经是自己的了 两天前的晚上 一个光头男来他这里吃饭喝酒 喝醉之后竟然没钱结账 他当时就有些不耐烦 没想到之后 这个光头男 却从兜里拿出了一部手机 称要用这部手机抵了饭钱 他看这部手机还是崭新的 所以便收下了 听到这话 李涛立刻询问光头男的特征 店老板称 光头男当时身上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他倒是记得 这个光头男是开着一辆出租车来的 因此他猜测 光头男应该是个出租车司机 但车牌号他并没有看清 没有车牌号 要怎么找这个光头男 而与此同时 小文通过询问老板娘 得知在案发那晚 她丈夫还开着饭店的车出门去了 看来这个店老板倒是很有嫌疑 听到警方怀疑自己 店老板瞬间慌了 犹豫了一会儿 他便说了实话 男人半夜开车带着小女朋友 去附近的树林里谈情说爱 两人玩了一会儿 他便回家了 看男人这模样 倒不像是在说谎 于是警方便先见他放了 而之后小文却突然接到了 小商店老板的电话 正再次见到了 之前经常过来打电话的男人 这个男人刚才打了一个电话 便去了附近的一个医院 小文一听 这不就是赵杰和刘燕工作的医院吗 害怕出事 众人立刻赶到了医院门口 正好碰见男人从医院出来 见此警员们立刻下车 对这个男人进行抓捕 很快警方便在附近的小路上 将他抓了起来 之后便将他带回了警局 审讯室里经过询问得知 这个男人就是高翔 是本市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记者 而对警方的抓捕 高翔非常疑惑 称自己根本不明白 警方为什么要抓他 看来他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见此李涛便将刘燕 已经死亡的事情告知了他 高翔听后瞬间恍然大悟 随后便赶紧追问李涛 刘燕到底是怎么死的 看来他早就已经知道 刘燕死亡的事了 李涛不相信 他会与刘燕的死没关系 高翔解释成 其实前几天 他就有预感刘燕可能会出事了 那天下午他给刘燕打电话 称自己要去渡口镇做一个采访 大概晚上就会回来 但刘燕却说有急事要找他 并且还打算直接去渡口镇见他 他不想让刘燕过来 就赶紧拒绝了 还告诉刘燕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当时刘燕是答应了 不过在电话中 他听刘燕的语气 感觉是真的有急事 于是他便急忙追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 刘燕犹豫了半天告诉他 自己拿到了一个人的把柄 是一个账本 上面有他们如何分钱的记录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将账本复印了一份 装定在了医护人员 守则这本书里 不过他的小动作 好像已经被察觉了 说完这话 刘燕便将电话挂了 面对高翔这样的说辞 小文有些怀疑 这会不会是高翔自己编的呢 听到这话 高翔有些生气 他称自己说的绝对舒适 为了让警方相信他的话 他还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他称刘燕电话里说的那个人 极有可能就是赵杰 众人听到这话有些震惊 难不成赵杰有问题 之后高翔又解释 他称自己大概是一个月前 和刘燕重逢的 以前两人是大学同学 也确实谈过一段时间的恋爱 但大学毕业后 两人就没有再联系过了 而前段时间他去医院 说是看病 其实是为了调查医院 当时那个给他看病的医生 听说他胃不舒服 根本没有多问 便给他开了一堆担子 扔着去做个全面的检查 他很懵 自己只是胃不舒服 为什么要去做全面检查 那个医生听到这话 就有些不耐烦了 说谁是医生谁说了算 要是他不愿意检查 现在就可以出去了 为了之后调查方便 他只能乖乖出去做检查 但没想到出去后 却在急诊室门口 看到一个患者 给了里面的医生一打钱 就在这时 他一扭头却发现 刘燕站在他身边 他很惊喜 两人多年不见 便寒暄了一番 而下班之后 刘燕又去了电视台找他 两人在办公室里聊了半天 他将自己即将要做 一个医疗类节目的事 告诉了刘燕 还将在刘燕医院看病 所看到的乱象说了出来 刘燕听后 有些不以为然 这种事情各大医院都有 他们医院已经算是 其中比较收敛的了 听到这话 他有些无奈 燕子也就没有再多说了 不过刘燕也算是 一个比较正直的人 知道他在调查医院的事 后来就会经常 给他透露一些消息 也燕子两人 才经常打电话 这样看来 很有可能是赵杰所做的事 被刘燕发现了 而赵杰害怕刘燕泄露出去 所以便对刘燕下手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赵杰也太狠毒了 就在众人不敢相信时 警员这边 监听到了赵杰的一个电话 他和一个叫方志的人约定 明天早上要见一面 两人谈话中还提到了账本 而方志那边的回复 是没有找到 这样看来 这两个人绝对与刘燕的死有关 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 小文便趁赵杰出门时去了他家 小保姆婷婷给开了门 之后小文在婷婷的指引下 搜查了刘燕的书房 但却并没有找到 刘燕所说的那本 医护人员守则 难不成已经被赵杰找到了 之后小文害怕赵杰突然回来 便先离开了 可没想到在回警局的路上 小文却又接到了 阳台的废书堆里找到了医护人员守则 里面果真有一些分钱的记录 听到这话 小文立刻交代婷婷到门口等他 而自己则赶紧调头回去 可没想到刚到门口 便看见赵杰连拉带拽的 将婷婷推进了一辆出租车里 小文急忙追上 与此同时也赶紧通知李涛等人 对赵杰进行拦截 而很快 警方便在盘山公路上读到了赵杰 车上还有一个胡子男 他应该就是方志 两人慌慌张张 将婷婷挟持着下了车 大喊着要是不放了他们 就把婷婷弄死 关键时刻 李涛及时出手 瞬间将婷婷救了下来 其他警员们一拥而上 将方志和赵杰抓了起来 此时的赵杰已经快下着尿裤子了 举着账本大喊 这件事和自己没有关系 之后他便交代了一切 他承自己不久前 得知妻子刘彦 和身为街黑记者的老同学 高翔联系上后 心里边有些慌张 毕竟他平时可是做了不少违法乱计的事 不要再和高翔来往 可没想到刘彦根本不听 后来刘彦甚至拿到了他分钱的记录 这样下去可不行 于是他只能找到方志 拜托他用一些手段 从刘彦那里拿回账本 当时他千叮咛万嘱咐 不要动刘彦 可没想到当晚 他却从方志那里得知 并没有找到账本 而与此同时 刘彦也不见了 他非常慌张 后来才从方志嘴里得到了实话 那天晚上方志带着光头男 在渡口镇 找到了正在等车的刘彦 刘彦看他开的是出租车 便坐了上来 半路上光头男为了拿到账本 直接上手抢夺刘彦的包 但刘彦却死不松手 两人在搏斗期间 刘彦慌乱直下 打开了车门 瞬间掉了下去 方志和光头男吓了一跳 赶忙停下车去看 却发现刘彦已经没了呼吸 而在这时 光头男竟然产生了邪恶的想法 违泻了刘彦 他阻拦不了 只能任由光头男作恶 而结束后 两人便将刘彦 扔到了附近的树林里 随后又翻了翻他的包 但却没找到那个账本 于是光头男便顺手牵羊 将刘彦的手机拿走了 事已至此 案件已经侦破 刘彦的死 完全是赵杰的责任 要是他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 就不会害死刘彦 两人本是一对 幸福美满的伏击 最后竟然因为一些利益 而搞得家庭智力破碎 真是可惜啊 农民小伙 为了凑齐女儿学费 只能狠心将养了一年的大白鹅 去集市上卖掉 他着急的骑着摩托车去除滩 半路突然在一旁的草丛中 发现了一辆酷炫崭新的豪车 眼看四下无人 他急忙停下车过去查看 本以为能捞点好东西 可将脑袋凑近玻璃一看 发现后座竟躺着一具新鲜的男士 吓得他连大白鸭子也不要了 骑着摩托车就跑了 不久后 林队接到报案 立刻带着警员赶到了现场 但经过勘查 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于是林队便命人查了车牌号 发现车主名叫方建军 就是车上的死者 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 警方立刻对方建军进行了调查 发现他名下有一家公司 于是林队便带人去了公司的所在地 不巧的是 因为正值休息日 整个公司只有一个门卫大爷 据了解 这个大爷名叫熊大 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了 林队询问他 最后一次见方建军是什么时候 熊大想了想成 应该是昨天下午 方建军当时是开着车走了 之后就没再回来过 听到这里 女警小元便询问了方建军的家庭情况 熊大回忆称 方建军有个老婆 名叫吕静 因为不常来公司 所以他也没见过几面 得到这个消息后 警方立刻将吕静传讯到了警局 得知丈夫的死讯后 吕静瞬间崩溃通空 他从前几天因为想念舅舅 便去舅舅家住了几天 没想到刚一回来 竟得知了丈夫的死讯 真是令人不敢相信 说着吕静哭得更伤心了 但哭也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林队还是继续询问他 最后一次见方建军的时间 吕静哭得称 方建军自从开了公司 就一直很忙 平时基本都住在 离公司不远的老宅子 他上一次回城里住 还是两个月前 所以两人这段时间 见面并不多 不过说起这个 吕静突然想起 上次他回老宅时 正好碰见一个男人 来找方建军 听这个男人对方建军的称呼 两人应该很久以前就认识 方建军对这个人倒是很热情 但他们在屋里聊了没多久 却突然吵了起来 这个人推开屋门就想走 而方建军一边喊着大黑 一边想拦下他 但最终这个名叫大黑的男人 还是放下狠话离开了 他当时并不知道 大黑和方建军的关系 还是后来问了公司的唐会计 才知道 大黑以前和方建军是朋友 但三年前犯了事进去了 两个月前才出来 听到这里 林队两人很奇怪 怎么看门的熊大和吕静 都在频繁地提起唐会计啊 这个人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有关方建军的事呢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小元立刻去找了唐会计 据了解 唐会计名叫唐书华 跟在方建军身边已经十几年了 虽然两人认识时间很久 但据唐书华称 他和方建军只是纯粹的工作关系 而他最后一次见方建军 还是昨天中午 他下班后去银行办事 就开车先走了 离开时方建军还到办公室看资料呢 这样看来 唐书华的嫌疑就很小了 小元随后又询问他 对大黑这个人是否有了解 唐书华想了想称 这个人他听说过 但却没见过面 不过倒是听看门的熊大说起 大黑经常去公司找方建军 每次来都要吵架 好像是因为借钱的事 但具体的情况他也不了解 不过熊大听过他们吵架 也许会知道些什么 得到这个消息后 小元立刻去找了熊大 经过询问得知 案发那晚八点多 大黑还来公司找过方建军 但当时方建军已经下班离开了 所以大黑就扑了个空 之后去了哪里 他也不清楚 根据目前的线索 警方最怀疑的人 就是这个大黑 可去了他家 却听邻居大妈说 大黑已经几天没回来了 只有他一个 不会说话的老父亲在家 小元也问不出什么 无奈只能回了警局 但没想到次日一早 警方竟有了大黑的消息 于是立刻将他带回了警局 邻队开门见山 请问他是否知道方建军出事了 没想到大黑却一脸懵 像是并不知道这件事一样 林队才不相信 他猜测是不是大黑 向方建军借钱 而方建军不肯借 两人因为这件事 发生了矛盾 所以大黑一怒之下 将方建军杀害了 毕竟之前 吕静曾听到过 大黑在离开他们家之前 还放狠话称 方建军一定会遭着报应 大黑听到这个猜测 瞬间慌了 他说自己确实 向方建军借过钱 也确实说过威胁的话 但他还有疾病 缠身的父亲要养 无论如何 也不会做出杀人这种事啊 那就奇怪了 他为什么说方建军 会遭到报应呢 大黑很无奈 他从自己之所以会坐牢 还是因为方建军 两年前两人 因为一次聚会认识了 方建军知道 他对车比较了解 就窜着他去偷车 进而倒车卖车 刚开始方建军和他说好了 偷一辆车给他五千块 但他都偷了六辆车了 方建军却一毛钱 都没给过他 总是推辞说 等搞到十辆 一并将钱给他 他还傻傻地信了 但没想到 在偷第八辆车时 竟当场被停车场的保安 给抓住了 在被警方审讯时 他也一直没有供住方建军 后来就被判了三年刑期 而出狱后 父亲突然病重 他不得不找方建军借钱 虽然方建军最后 并没有借给他吧 但他也不至于 为了这个去杀人啊 说到这里 大黑都急了 他看起来倒挺真诚的 于之之后 林队又询问 案发当晚大黑离开公司后 去了哪里 大黑无奈地称 当时他父亲住院了 他肯定是到医院陪床了 病房里有好几个人呢 如果不信 尽可以去调查 听了他的话 警员立刻进行了求证 没想到大黑说的 竟是真的 这样一来 他就没有了嫌疑 线索到这里便断了 警方接到一起 离奇了案件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爷 竟被毒死在了保安室里 据了解 保安大爷名叫穷大 经过现场勘查发现 他应该是被人 在茶水里下毒毒死的 死亡时间是昨晚十二点左右 林队很奇怪 三年前 熊大的老板方建军 才被捅死在野外 怎么短短几天里 保安大爷也死了呢 为了得到更多的线索 警员随后便将公司的 会计唐书华 传讯了过来 得知熊大死亡的消息后 唐书华很快便有了怀疑的人 就是老板方建军的妻子吕靖 之所以怀疑他 是因为熊大昨天告诉他 方建军死亡那天晚上 熊大曾亲眼看见 方建军和吕靖一起离开 之前警方询问他 他没说实话 就是怕凶手如果不是吕靖 当吕靖知道这件事后 会找着算账 而熊大之所以把这件事告诉他 是因为这份工作 就是他给熊大介绍的 为了感谢他 熊大听到公司的任何事 都会告知给他 而得知这件事后 他瞬间想起了三个月前 方建军生病的事 那天方建军不舒服 他就一起陪着去医院做检查 半路吕靖得到消息赶了过来 之后经过检查确定 方建军竟得了癌症 可能只有半年的寿命了 而目前则需要立刻住院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方建军最终却并没有住院 而在出事前的一段时间 他的身体就已经非常虚弱了 经过这两件事 他怀疑吕靖早有杀害 方建军的心了 至于熊大 很有可能是吕靖害怕熊大 把看到他和方建军 一起离开的事说出去 所以才对熊大下了毒手 不过这也只是一种猜测 为了求证 小元随后便对当初 给方建军看病的医生 进行了询问 从医生那里得知 方建军病的确实非常严重 但为了他身体着想 当时医生只将病情 告知了方建军的妻子 被以为之后 方建军会再来医院检查 但从那以后 却再也没见过他 根据这个线索 小元分析 吕靖很有可能 真的没有将方建军 病情的严重性告知给他 也没有做有效的治疗 所以这样看来 吕靖确实很有嫌疑 但林队却很奇怪 按说方建军 已经没多长时间了 吕靖如果真想除掉方建军 大可以再等上几个月 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动手啊 林队的想法也有道理 不过小元还从唐书华这里 得到了另一套线索 近期方建军 好像在和吕靖闹离婚 原因是吕靖在外面 找了个相好 这件事连方建军都知道 唐书华说的是真的吗 小元随后便去找了吕靖求证 不如所料 吕靖坚定地否认了 但他却又非常爽快地承认 自己的确没有将方建军的病情 告知给他 原因是不想让方建军 有沉重的思想负担 小元很无语 不想让方建军有负担 难道连最基本的治疗措施 都不做了吗 听到这个问题 吕靖沉默了 不过他最终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称他真的是不想让方建军 在生命最后的半年里 还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 小元不相信只是这么简单 但他不肯说 小元也没办法 索性便转移了话题 询问吕靖 是否和方建军经常吵架 吕靖听到这话愣了一下 随后便坦然承认了 他曾在方建军确诊之前的一段时间 两人的确经常吵架 原因是方建军 竟和他们家的一个小保姆 搞在了一起 他发现这件事后 立刻将名叫红利的小保姆赶走了 这件事距今也有三个多月了 虽然自那之后 他没再见过红利 但之后红利的男友胡强 却几次三番来找方建军要钱 说要是不给 就要告方建军强奸 无奈方建军只能给了他六万块 可胡强还不知足 后来依旧经常过来闹事 前几天大半夜的 还去他家门口敲门要钱 那时他并不知道 那个敲门的男人就是胡强 直到昨天下午他打车回家 司机的车正好没油了 就去加油站加了个油 没想到他一抬眼 发现给他们加油的 就是那天晚上在猫眼里看到的男人 之后他还看见红利 来找了这个男人 两人挺亲密的 所以那时他才知道 这人就是胡强 因此他认为胡强和红利 有很大的嫌疑 得到这个线索后 小元立刻带人去了那个加油站 正巧碰见胡强在打牌 于是直接将他带回了警局 事到如今 小元也不想拐弯抹角了 于是便直接询问他 是不是借口方剑军和红利的事 多次敲诈方剑军 甚至还从方剑军那里拿了六万块 听到这里 胡强已经完全慌了 他哭丧着脸称 自己确实拿过六万块 但真的没有杀害方剑军啊 那六万块 纯粹是方剑军赔偿给红利的青春损失费 这跟敲诈可没有任何关系 小元都听笑了 这胡强可真是无耻啊 不过看他这怂样 倒也不像是在说谎 既然他不承认杀害了方剑军 林队便询问了案发时他的行踪 胡强想了想称 那天他应该是在和朋友打麻将 因为手里有了点钱 所以他也不在乎输赢 直接打了一个通宵 和他一起打麻将的朋友都能证明 听了这话 林队立刻命人去求证 没想到却得到了令人意外的消息 胡强那晚确实在打麻将 但中间他却出去了一个小时 所以他还是有很大的嫌疑 胡强听到这话 心里瞬间慌了 没想到警方连这件事都能查出来 无奈他只能说了实话 他说自己那晚确实出去了一会儿 本来是去方剑军公司要钱的 但到门口 却无意间看见方剑军 上了一个女人的车 随后两人便开车走了 林队急忙询问这个女人的特征 胡强仔细想着想 趁自己到的时候 就看见那辆车停在路边 路过时只随意瞟了一眼 演约记着那个女人 戴着副黑框眼镜 看起来有三四十岁了 林队很奇怪 既然他看见了 之前在审讯时为什么不说呢 没想到胡强还挺委屈 称自己是知道方剑军遗害了 害怕这件事牵扯到他 所以才没敢多说的 这胡强可真是耽误事 不过这样看来 这个开车带走方剑军的女人 倒是有了很大的嫌疑 而此时小元根据胡强提供的线索 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唐书华 他的特征与胡强描述的非常相似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 他立刻拍了一张唐书华的照片 最后便将照片混在十几个女人的照片中 让胡强辨认 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 胡强最终确定 那天开车带走方剑军的 就是这个唐书华 得到这个结果 林队立刻带人去了唐书华的家中 没想到里面却空无一人 难不成唐书华跑了 就在此时 楼下突然传来汽车的轰鸣声 众人冲下去查看 发现竟是唐书华的红色小汽车冲了出去 林队立刻带人进行追捕 红色小汽车里 唐书华开着车一路狂奔 没想到最后 竟开到野外的一条死路上了 很快警方的车也赶了过来 眼看自己无路可逃 唐书华最终只能交代一切 其实方剑军和熊大都是他杀的 作为方剑军十几年的老搭档 他一直对公司尽心尽力 包括之前方剑军倒车卖车时 他也承担了相当一部分风险 本以为方剑军会念在他的付出 对他心存感激 可没想到方剑军 竟一点也没为他的以后打算 要知道如果倒车卖车的非法勾当被发现 方剑军被判死刑 那他怎么着也是个无期啊 其实这也就算了 让他更加愤怒寒心的是 他女儿生病需要一大笔钱 他一时拿不出来 正好知道公司账上 有一笔160万的钱款没动过 便想向方剑军借来用一个月 当时方剑军的嘴脸 他记得特别清楚 极不情愿借给他钱 甚至在听见他提到那笔钱时 还非常果断地拒绝了 让他想都不要想 自己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 没想到最后竟是这样的结果 他心里非常难受 既然方剑军这么绝情 他也不用再顾忌了 于是之后 他便借口要去找一位老中医治疗癌症 将方剑军带到了野外 在等待时 他再次询问方剑军 到底借不借自己钱 没想到还是遭到了拒绝 方剑军厚着脸皮称 自己手上真没那么多钱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公司账上的160万 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给了方剑军机会的 但方剑军不肯珍惜啊 无奈他最后只能联合雄大 将方剑军捅死了 至于为什么后来杀害雄大 则是因为这个老头太贪了 帮他杀了方剑军后 就几次三番找他要钱 简直是个无底洞 为了保全自己 他不得不对雄大下了手 事已至此 案件已经真相大白 这所有的悲剧 都源于一个钱字 人生在世 没有钱确实不行 但也不能为了不属于自己的钱 去做违法犯罪的事 如果大家都能想开一点 也许就不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 真是可惜啊 农村的小白地里 竟然发现了一具 衣着凌乱的女士 一大早 警方接着报案 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法医经过现场勘察 发现女士的双手被捆绑着 装在一个麻袋里 年龄大概二十岁 死亡时间已经有六个小时了 此外她的脑袋也烂了 看样子是被重物击打过 而颈部也有掐痕 根据现场的痕迹判断 死者应该是被掐死后 装进麻袋 抛尸到车里的 因此这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之后女警小童 又在死者口袋里 发现了一张票据单子 上面写着北华幼儿园 而经手人虽然看不清具体的名字 但大致能看到 是一个姓姜的人 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 警方随后便去了这个幼儿园 一问负责人才知道 他们幼儿园只有一个老实姓姜 叫姜淑涵 不过上个星期就已经离职了 离职的具体原因 她也不清楚 这样看来 这个死者应该就是姜淑涵了 而之后当负责人得知姜淑涵的死讯时 显得非常震惊 反应过来后 便立刻撇清了幼儿园和姜淑涵的关系 称这个姜淑涵 之前都是上班来下班走 基本不和幼儿园的其他人接触 因此大家和她都不熟 不过她倒是知道姜淑涵的家庭住址 得到这个线索后 王队立刻带着小童 去了姜淑涵的家中 经过一番勘查 王队发现姜淑涵房间里的墙上 竟然有一处明显的血迹 看来这里很有可能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于是他立刻交代警员 仔细对这间屋子进行勘查 而之后王队又对姜淑涵的邻居大爷 进行了询问 没想到还真有了意外的发现 邻居大爷称 今天凌晨倒是有个男人来找着姜淑涵 两人之间还爆发了一阵争吵 虽然他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 但听声音能够判断出来 这是个年轻男人 他们吵了几句后 男人便怒气冲冲的推门出来了 他也不想托管闲事 所以就进屋了 眼看大爷知道的也不多 王队便结束了询问 随后经过调查得知 姜淑涵还有一个室友 名叫潘蒙 就在附近的一个豆腐厂打工 于是警方立刻对他进行了传讯 警局里面对警方的审问 潘蒙显然有些疑惑 但他还是老老实实的 将自己的行踪说了出来 他称自己凌晨五点下班后就回了家 可却发现门竟然没有锁 而室友姜淑涵也不在家 他很奇怪 所以便出去找姜淑涵了 能找到的地方都找了 但都没有发现姜淑涵的踪迹 看他还一脸懵 小童便将姜淑涵已经遇害的消息 告诉给了他 潘蒙非常震惊 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庄的 而与此同时 警员也对豆腐厂的工人进行了走访 确定凌晨五点之前 潘蒙一直在厂里上班 因此警方便排除了他的嫌疑 而之后经过询问得知 潘蒙和死者姜淑涵是老乡 两人都是从临省来这里打工的 再加上住在一起 所以关系非常好 但平时大家都上班 所以他也不清楚 姜淑涵都和谁有来往 不过他仔细想了想撑 姜淑涵倒是提起过一个男人 说这个人是个大老板 而且还是他的男朋友 但姜淑涵却没有告诉他具体的名字 他只知道姜淑涵叫这个人凯歌 两人是在镇上的一家歌厅 唱歌时认识的 得到这个线索后 王队立刻带着小童去了那家歌厅 找到了老板娘进行询问 老板娘称姜淑涵确实在他这里工作 大概干了两个月左右吧 因为学过诱诗 歌唱得比较好 人长得也不错 所以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但就是有一点 姜淑涵的脾气非常暴躁 因此和其他在这里工作的女孩 关系不是很好 不过他倒是和一个名叫 马一婷的女孩很合得来 但后来因为姜淑涵 和一个叫凯歌的大款谈恋爱 两人算是闹掰了 见了面就像是仇人一样 有一次甚至还大打出手 说到这里 老板娘也是鄙夷的很 两个好姐妹 竟然就为了个男人 闹成这个样子 真是丢她的人 听了她的话 王队瞬间怀起了这个马玉婷 可询问老板娘 她也不知道马玉婷的住处 并且还称这个马玉婷 来这里上班 都是两天打鱼 三天晒网的 她也不知道下次 是什么时候过来 不过她能肯定 马玉婷肯定会再来上班的 因为她根本没有 别的赚钱方式 听了这话 王队便将自己的名片 给了老板娘 告诉她 只要马玉婷来上班 就赶紧通知她 老板娘听后 爽快的同意了 没想到次日晚上 王队便接到了老板娘的电话 称马玉婷来上班了 于是警方立刻 将马玉婷 传讯到了警局 审讯室里 马玉婷刚开始还以为 警方找到她 是因为自己勾引客人 被举报了 表现得一脸无所谓 可当后来 她得知江苏涵的死讯 以及警方怀疑是 她联合凯歌 将江苏涵杀害了时 瞬间害怕了 她称自己平时 看到血都会晕 怎么可能会去杀人 而且还是跟凯歌联手 她已经一个多月 没见过这个 薄情寡义的臭男人了 看来她果真认识 这个名叫凯歌的男人 王队立刻向她了解 凯歌的信息 可马玉婷却称 两人之前每次见面 都是这个凯歌来找她的 而且见面时 也从来没有聊过个人信息 所以她对这个人 基本上是一无所知 看她的样子 倒也不像是在说谎 于是王队便询问了 案发时她的行踪 马玉婷想了想称 案发那晚 她应该是在和一个 名叫丁勇的男人约会 为了求证她口供的真假 小童立刻去找了丁勇 面对她的询问 刚开始丁勇以为 警方是因为嫖娼要抓她 但后来得知 是因为一起命案后 联盟承认 当晚确实是和马玉婷在一起 宾馆还有登记的记录呢 得到这个线索后 小童也进行了确认 这两人并没有说谎 而在此时 法医的尸检报告终于出来了 上面显示 死者江苏涵脑袋上的伤痕 以及颈部的掐痕 都足以致命 而令人惊讶的是 江苏涵竟然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这可是一尸两命啊 这个凶手也太残忍了 可他会是谁呢 就在这时 警员突然从歌厅老板娘这里 又得到了一条线索 在案发那晚 江苏涵在歌厅上班时 曾和一个姓周的男客人 发生过争执 这个人的名字他记不清了 但却知道好像是个牙医 就在东边的一个牙科诊所上班 得到这个线索后 警员立刻去了那家诊所 本想到却得知 这个周姓男人根本不是医生 而是一个打杂的 前几天 这人就因为聚众打架 被抓了起来 警员得知这个消息 有些震惊 最后立刻去了附近的派出所 经过询问民警得知 这个周姓男人在案发那晚 凌晨两点半就被抓了进来 因此他便没了嫌疑 可凶手如果不是他 又会是谁呢 就在这时 潘蒙突然来了警局 称自己有两张存钱的单子不见了 平常他都是把单子 放在自己装衣服的行李箱中 但今天早上 他到处找都没有找到 这才来警局报案了 之后警方得知他存钱的银行后 赶紧去调了监控 果真发现 有人拿着那两张单子 将钱取走了 可潘蒙仔细看了看 却称并不认识这个人 不过王队却发现 这人竟是他前几天 抓进看守所的一个小混混 张鹏 他能从潘蒙家里 将存款单拿走 说明他一定去过潘蒙家中 也很有可能 与江淑涵的死有关 于是王队立刻带着小童 去看守所找张鹏 刚开始张鹏还不承认 自己偷了钱 但后来王队将银行的监控 调出来后 张鹏瞬间粘了 犹豫了一会儿 他便将案发那晚的情况 说了出来 他承自己和兄弟小军 半夜回家 意外发现有一家门口 停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 他本想偷偷将摩托车弄走 却听见屋里有动静 于是他赶紧躲到了角落 没想到就看到一个男人 从屋里拖了一个麻袋出来 之后那个男人 就将麻袋放到摩托车上 带走了 连门也没有关 这可是个好机会 他偷摸进了屋子 一番寻找后 在行李箱里 找到了两张存单 而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料想是有人回来了 他赶紧跑了出去 之后为了求证张鹏口供的真假 警方又找到了他的兄弟小军 经过询问后 发现他们的口供基本一致 因此便初步排除了他们的嫌疑 而这样看来 张鹏就是唯一目击过凶手的人 可当时因为天黑 张鹏并没有看清那个人的长相 线索便又断了 就在这时 王队突然接到攀盟的消息 他在一个茶楼里 看到了江淑涵口中的凯歌 王队立刻带人赶过去 将这个凯歌带回了警局 经过询问得知 这人名叫方凯 他承认认识江淑涵 但却不承认杀害了他 那天晚上 他因为江淑涵怀孕的事 和他大吵了一架 之后便气冲冲的回家找妻子了 自那之后 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为了求证他的话 小冬随后便对方凯的妻子 刘云进行了询问 可没想到 刘云却否认方凯曾回来过 他承自己和方凯之间的感情并不好 因此方凯也不经常回家 这次大概是有一个多月没回来了 见他这么肯定 小冬随后又询问了 关于江淑涵的事情 没想到刘云竟然也知道 而且还说前两天 江淑涵来找过他 他承当时江淑涵的态度非常坚定 说一定要和方凯结婚 生下孩子 他当然是不同意了 方凯本来就是喜欢 沾花惹草的性格 这种事他已经遇见了很多次 说到底 江淑涵也算是受害者 于是他便建议 让江淑涵打掉孩子 而自己则代替方凯 补偿江淑涵十万块 可江淑涵还是不愿意 坚持要方凯离婚 还说如果不照办 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之后便气冲冲的走了 而这件事方凯其实也知道 但当时方凯只说自己会处理好 让他不用担心 他想着反正最后江淑涵 一定会被方凯打发走 所以就没再管 得到这个消息后 王队又对方凯进行了询问 这次他知道 自己没有了不在场证明 瞬间慌了 从之前都是自己瞎说的 气得王队将他大骂了一顿 之后方凯便老老实实的 将自己案发时的行动交代了 他称自己 其实是去老家那边的洗浴城了 那天晚上 还和一个女服务员玩耍了一番 而他刚开始之所以没有交代 就是因为自从出了 上次江淑涵的事 他妻子刘云和他大闹了一顿 说要是再有下一次 就让他净身出户 这个后果他可承担不起 所以他就没敢说 这样看来 这个方凯倒是没了嫌疑 可凶手到底会是谁呢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突然来了警局 他自称是江淑涵 之前在幼儿园工作的同事 说有一次在院子里 看到一个男人和江淑涵 大吵了一架 那个男人从外表上看 大概有26期的样子 但具体叫什么 他并不清楚 这有线索和没线索 也没什么区别 正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却突然揭露消息 方凯竟然被人打进了医院 警方随后对报案人进行了询问 得知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据他称当晚他正在歌厅门口拉客 却发现路边站了一个278的年轻人 就询问他须不笑车 但那个年轻人拒绝了 所以他也没纠缠 继续在路边等客人 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突然听到后面传来一阵争吵声 听声音像是之前的年轻男人 在和另外一个男人吵架 他扭头去看 却发现车后面空无一人 正觉得奇怪呢 竟无意间看到路上有一件外套 以为是谁丢的 他刚捡起来想仔细看看 却听到那边的停车场 传来一阵哀号声 他急忙去看 没想到正好看见一个男人摊在地上 吓得他赶紧将人送进了医院 之后便立刻报了警 这样看来 方凯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年轻男人打成了这样 为了尽快抓着凶手 王队立刻让画像师根据司机的描述 将年轻男人的画像画了出来 司机一看 这和他那晚见过的人非常像 而之后王队便拿着画像 去医院找了方凯 没想到方凯一看却称 这个男人是江珠涵的前男友 王队两人都很震惊 江珠涵以前竟然还有个男朋友 那作为室友的潘蒙一定知道些什么 于是警方便将他传讯到了警局 看到画像后 又听到小彤说 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杀害江珠涵的真凶事 潘蒙显得很震惊 但他却不承认认识这个男人 这明显就是在说谎 王队警告他 如果这个男人是凶手 那他现在的行为就已经触犯了包庇罪 听了这话 潘蒙有些害怕了 犹豫了一会儿 他便说了实话 称这个男人名叫常永诚 确实是江珠涵以前的男友 这样看来 江珠涵遇害那晚 邻居大爷看到的那个男人 极有可能就是常永诚 可潘蒙听到这话 却一个劲的否认 称常永诚绝对不可能杀害江珠涵 但小彤却不相信 他怎么就能肯定呢 眼看不说实话是不行了 潘蒙便称 其实在来警局之前 常永诚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称杀害江珠涵的真凶 很有可能就是方凯的司机 刘兵 他现在就要去找这个刘兵算账 王队等人有些震惊 害怕常永诚做出不可挽回的措施 他们立刻去找了方凯 询问刘兵的情况 没想到方凯却称 刘兵其实是他的小舅子 是他妻子为了看住他 在他身边安插着眼线 而刘兵目前 很有可能就在他妻子刘云 在老家开的歌厅里玩耍 得到这个消息后 王队立刻带人赶了过去 可在半路却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那边竟然是刘云歌厅里的 一个女服务员 他声称有人在包厢里打架 而其中一个人手里竟然拿着有枪 王队猜测 这两个人很有可能 就是常永诚和刘兵 不敢耽误 他赶紧加快速度 带着特警赶了过去 没一会儿便到了歌厅门口 但没想到 女服务员却称 刚才那两个人 已经从后门跑了出去 冲进了后面的一个烂尾楼里 听了这话 特警以及警员立刻出渡 对烂尾楼进行搜查 很快王队等人 便在二楼的一个平台上 看到两个人正在打架 警员们立刻将他们控制了起来 果然这两个人 就是常永诚和刘兵 事到如今 刘兵也不再抵抗 他称自己确实杀害了江书涵 而杀人原因 其实是因为他姐姐刘云 那天晚上 刘云得知江书涵怀孕后 便十分不痛快 他其实早就想和方凯离婚了 但因为财产分配问题 一直拖着 可没想到却突然得知 江书涵怀孕了 这个时候就算刘云和方凯离婚了 那财产也会有江书涵 肚子里孩子的一份 刘云当然不甘心了 为了永绝后患 便指使自己去杀害江书涵 而他一直是靠着姐姐刘云吃饭的 如果不帮刘云做这件事 以后肯定没他好日子过 所以他也就同意了 那天晚上 他骑着摩托车 去了江书涵的家里 江书涵只知道 他是方凯的司机 以为是方凯 要他来接自己的 所以便让他进门了 之后他便趁江书涵不注意 用事先准备好的锤子 狠狠地锤了他一下 没想到江书涵命可真应 这都打不死 于是他只能上手 将江书涵掐死了 后来怕他死得不够彻底 还用锤子又砸了几下脑袋 最后他眼看人已经没了呼吸 便用绳子将江书涵绑了起来 装进麻袋 抛尸小麦地里了 案件到了这一步 也算是查明了真相 虽然江书涵刚开始 是被方凯哄骗了 可在他得知真相后 就应该及时止损 而不是理所当然的 去威胁刘云 最后还因此丢掉了性命 至于刘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然是正确的 可却不应该用这种 损人不利己的方式 现在财产不仅没到手 反而将自己送进了监狱 真是得不偿失啊 这个女人正骑着车 却突然有了想发泄的感觉 于是立刻把车停到一旁 随后一边截着扣子 一边往角落里跑 女人刚蹲下 准备好好的释放一通 没想到却突然发现 身后有一个女人五花大绑的 被固定在铁架子上 在夜晚看到这恐怖的场景 吓得女人直接尿了裤子 随后撒腿就跑 四十一早 警方接到报案 小树林里竟然发现了一具女尸 刑警队长河队 带着警员们来到了现场 先让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勘查 发现这个女性死者身上 盖了几件衣服 不过这些衣服 已经全部被撕碎了 而女人的身上也赤条条道 警员只在附近 找到了女人外穿的衣物 却没找到她的贴身衣物 看到这个场景 河队初步判断 死者生前一定是被人性侵过 而他的判断随后也得到了法医的证实 死者确实是被性侵过 而更过分的是 他被凶手性侵之后 还被活活的掐死了 这个凶手可真是心狠手辣 一旁的女警舒文 看到这个场景 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就这样死在了荒芜人烟的小树林里 实在是太可惜了 河队随后又找到报案的一对父子 进行询问 据男孩的父亲称 他一大早就带着儿子去山上砍柴了 两人满载而归 可在回去的路上 儿子突然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个编织袋 他想去捡过来拿回家用 可没想到走近一看 编织袋附近竟然还躺着一个女人 儿子小童年纪小 还以为这个女人是在树林里睡觉呢 可他知道这事实就觉得不对劲 谁没事会去树林里睡觉呢 所以他立马过去看了一眼 发现那个女人根本不是在睡觉 而是已经死了 这对父子知道的也不多 河队随后便让两人离开了 而他之后又检查了那个编织袋 发现袋子外面有一个编号 里面还有一些米糠 但这个袋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短时间内还查不出来 而现场没找到其他有用的线索 于是河队便决定对父亲村落进行排查 看能否确定死者的身份 没多久警方便找到了一个男人 他声称知道死者的身份 于是警方立刻对他进行询问 据他称早上他其实也去案发现场凑热闹了 当时他无意间看到了死者的脸 发现他和自己四娘家的二女儿章鱼 长得非常相似 但因为当时离得远 再加上他和章鱼也不太熟 他并不是很确定 所以就没敢告诉警方 不过他又称 如果死者真是章鱼的话 那警方应该到四水镇去查一查 因为他听说这个章鱼嫁到了那边 他的丈夫好像还是个开邮访的 但具体是谁 他也不太清楚 在一个村子里开邮访的家庭并不多 所以警方很快就根据这条线索 找到了一个名叫林凯的人 找到他时他还在打麻将 听说警方要带他去警局接受询问 他还一脸懵 不愿意跟河队走 不过河队是什么人 三两下就把他滴溜回了警局 随后经过林凯的辨认 确定这个死者就是他的妻子章鱼 据他称 从前天开始 章鱼就没有回过家了 他还以为章鱼又像以前一样 回了娘家 就没有在意 谁知道等他今天闲了 去丈母娘家一问 发现章鱼这几天 根本就没有回去过 他当时还觉得奇怪呢 但是因为后面还约了牌友打牌 所以就没去找 女警书文听了他的话 按照惯例询问了他们的夫妻关系 可没想到 听到书文的问话 林凯却突然有些不自然了 犹犹豫豫的说 两人关系挺好的 他的反常表现 引起了书文的注意 他说的肯定不是真话 于是书文立刻去了林凯家 进行搜查 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张 被划得乱七八糟的合照 上面男主人林凯的头像 已经被抠了下来 而女主人张雨的脸 也被刀划烂了 这可不是林凯说的 关系挺好啊 他果然有问题 于是警方再次对林凯进行审问 这次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 林凯也蔫了 他不得不说了实话 他称 其实前天晚上他和张雨吵架了 吵架的原因是大晚上的 张雨非要骑着自行车 去单位加夜班 他觉得不对劲 就多问了两句 没想到张雨却恼了 只说他加不加班跟他无关 听了张雨的话 他也生气了 自己的妻子大半夜出去 他问都不能问了 理所当然的 两人大吵了一架 但最终林凯也没能拦住张雨 还是让他出去了 而之后的这几天 他也再也没有见过张雨 说到这里 林凯也很生气 他称 其实张雨根本就不是去单位加班 之前有几次 张雨也是大半夜出去 他还以为真是去单位加班 可后来无意间 听到张雨的同事小丽说 他们城里根本就不加班 都是到点就走人 更别说去加夜班了 张雨肯定有事瞒着他 听到这里 舒文也觉得张雨不简单了 于是他立刻去找了 张雨的同事小丽了解情况 据这个小丽说 因为厂子里效益不好 所以近半年以来 从没有让员工加过班 之后他听说舒文 是为了张雨的事而来 还跟舒文说了一个大八卦 他称 那天他去厂长 郝小康办公室送资料 可进去之后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正当他想放下东西走人时 却突然发现身后小房间的玻璃门上 映射出了两个人影 看那激烈程度 任谁都能看明白 那是在进行深入的肢体交流 他当时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立刻走向门口 准备离开 可没想到此时 郝小康却突然从小房间里出来了 一边问他来干什么 还一边记着陈衣扣 那样子明显就是在小房间里干坏事了 他不想掺和这种事 所以回答完问题后 就想立刻离开 可没想到郝小康却叫住了他 让他把桌子上的酒瓶拿出去 他一个小员工能说什么 只能照做 可没想到等他放完酒瓶回来 却看见张宇 偷偷摸摸的从郝小康办公室出来了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 原来张宇竟然在和郝小康暧昧 之后没多久 他就把这件事告诉林凯了 为此林凯和张宇大吵一架 但张宇还是没有和郝小康断了 林凯本来身体就不好 再加上妻子搞出这种事 他的性情就更加奇怪了 用周围人的评价来说 就是林凯有些变态 这样一个性格扭曲的人 在得知妻子出轨了 会善罢甘休吗 舒文不相信 而和队知道这件事后 便推测 很有可能是林凯无法忍受张宇的背叛 所以提前在他必经之路上埋伏 在他毫无防备之时 突然冲出来将他拖进小树林掐死 这样就能说得通 为什么林凯不愿意说实话了 他是怕警方怀疑到他头上 可面对和队的这种猜测 林凯表现的异常激动 他称他绝对没有杀害张宇 虽然这个女人实在可恨 都把绿帽子的加工厂搬到家里来了 可他从来没有起过要杀害张宇的心思 而他之所以不愿意说实话 其实是因为那天晚上 他打完牌之后 去一个牙科诊所买违禁药品了 为了求证他说的话是否真实 警方随后便根据他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那家诊所 这里果然是一个黑诊所 警方将里面的人控制住后 他们也给林凯做了不在场证明 因此也就排除了林凯的嫌疑 不过河队却觉得很奇怪 林凯说张宇当晚是骑着自行车离开的 可在案发现场并没找到他的车啊 难不成警方的调查还有一漏 于是河队再次命人 对案发现场附近进行搜查 没多久果然找到了一辆自行车 警方立刻提取了车上的指纹 但因为技术原因短时间内还无法得出结果 为了不浪费时间 河队随后又立刻去找了 现在唯一有嫌疑的郝小康 据了解郝小康经常去镇里的KTV 所以林队立刻去KTV进行调查 据KTV的老板娘说 郝小康确实经常来这里唱歌 但这两天他却一直没来 如果警方想要找他的话 其实可以去京河小区 因为他听说郝小康在那里买了房 得到这个线索后 河队立刻带人去了京河小区 经过一番调查 警方找到了郝小康家的具体地址 可没想到敲门后 却是一个女人开的门 他自称是郝小康的妻子 而警方亮明身份后 他便立刻带着河队等人 找到了郝小康 警方立刻将他带回了警局 当他得知警方叫他来的目的时 立刻变得有些激动 他称他绝对没有杀害张鱼 他害怕警方怀疑他 便立刻将自己案发当晚的行踪交代了 他称他那晚其实是和一名叫小红的女孩 在欣欣酒店玩耍 两人在酒店待了一晚上 因此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为了求证他说的话 警方随后便去找到了小红 可舒文却发现 这个女孩竟然背着一个 和张鱼一模一样的胯包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舒文立刻将他带回了警局 面对舒文的审问 小红不敢有任何隐瞒 一股脑把事情说了出来 据他称 这个包确实不是他的 是之前一个跟他好过的男人送给他的 这个男人的真名他并不知道 只是听见身边的人都叫他三哥 所以也就跟着喊了 不过他好像是西河爸的人 脸上还有一道疤 经常干偷鸡摸狗的事 那晚三哥因为高兴 不仅送了他一个包 还说他搞来了一辆自行车 本来想送给他的 但因为车上的链子坏了 所以就扔了 这个三哥怎么会有张鱼的东西 看来他和张鱼的死也有关 说不定他就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可现在关于他的线索实在太少 正在警方想着要怎么抓到他时 河队突然想起在案发现场找到的那个编织袋 他之前仔细检查过 袋子外面有一个编号 也许这个编号就是一个线索呢 于是警方立刻对编织袋进行了调查 发现这个编织袋 竟然是从三封饲料厂发出来的 即饲料厂的老板李斯称 这种编织袋 他们厂每年发出去的 带有几千万个 如果要查编织袋的去向 简直是大海捞针 不过幸好河队这个袋子上有编号 只要根据他这里的记录 就能查出来袋子大致的留下 李斯随后查看了记录 发现这批编织袋 都是精水镇的虚目想买走的 于是河队立刻带人找到他 他看了编织袋的照片后称 这批袋子确实是他买走的 其中一大部分都卖给了 精水镇一个叫李梅的女人 因为这批袋子是他妻子卖的 当时还给李梅送货上门了 所以他妻子知道李梅住在哪里 事不宜迟 河队立刻带着薛木匠的妻子 找到了李梅家 李梅看了编织袋的照片后 立刻认出来 这确实是他买的 不过买坏来的当天就被人偷走了 当时这些袋子都放在电动车上 那个小偷把他的电动车偷走了 所以这些袋子也丢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线索 没想到又断了 河队询问了电动车的车牌号之后 便无奈的离开了 虽说河队这里进展的不顺利 不过女警舒文这里倒是有了线索 舒文去了西河坝调查三哥这个人 据村里的一个大妈冲 按照警方提供的这个特征 龚家的老三倒是很符合 他也是脸上有一到八 根据这条线索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这个龚家老三 他正在斜角城里美美的享受着 舒文进去的时候 他手里还拿着一堆偷来的东西 这下可真是人赃并获 警员们立刻将他带回了警局 审讯室里河队正在对他进行询问 结合他小偷小摸的行为 河队猜测 他有可能是在路上看上了漂亮的章鱼 所以趁着夜黑风高四下无人的时候 强奸了章鱼 而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章鱼的挣扎 他失手杀害了他 之后又把章鱼的帮和车偷走了 面对河队的怀疑 龚老三拒不承认 看他死鸭子嘴硬 舒文引来了气 他称警方已经在那辆自行车上 检测到了他的指纹 如果他不如实交代 那么他就会成为此案唯一的嫌疑人 听了这话龚老三也害怕了 他着急的说 他确实没有杀害章鱼 之所以不说实话 是因为那天他和两个小弟 还去一个女司机的车上偷了东西 他不想被警方发现 才没有说到 至于自行车和包 其实是他在路上捡的 但后来听说 在他捡自行车的地方 发现了一具女尸 他想这辆车肯定是那个女人的 他嫌晦气就把车扔了 警方随后根据他的口供 查到案发当晚 他确实是在偷东西 因此便排除了他杀人的嫌疑 但他盗窃的罪名 却是无法抵赖的 所以警方便以盗窃罪 将他逮捕了起来 而他没了嫌疑 那现在所有的线索就都断了 正在警方一出莫展之际 警方却突然接到一个小女孩的报案 据他称 昨天下午他正在家里写作业 却突然听到大门外面 有个人在敲门 他还以为是父母的朋友 于是就去开了门 可没想到 这个人进门 确定他家里没有大人之后 便立刻将大门关上了 之后便把他逼到了墙角 猥亵了他 警方随后根据女孩的描述 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特征 画了出来 经过女孩的确认 这个画像 基本和他记忆中的猥琐男 长相一致 于是河队立刻带着画像 去附近村落进行走访 终于在一个铁匠大哥这里 得到了这个人的基本信息 据铁匠大哥称 这个人名叫猪瘸子 就住在马泽坡 但他并不是马泽坡的人 而是在那里租房子住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 河队立刻找到了猪瘸子的房东 据女人称 猪瘸子确实曾在他这里住过 不过住了没多久 就被镇上的警察给抓走了 得到这条线索 河队又马不停蹄地赶去了派出所 派出所的警员 一听他们是为了猪瘸子的事而来 立刻就把他的资料拿了出来 这个人名叫猪光耀 据警员称 他之前因为猥蜀少女被判过刑 看来这个人还是个惯犯 河队随后便根据资料上的信息 找到了猪光耀的现住址 但屋里却没有一个人 河队立刻对房间进行了搜查 眼见的他进去便注意到了 房梁上的一堆编织袋 把袋子拿下来后 发现这批袋子 竟然和在案发现场找到的编织袋 一模一样 上面都有一个同样的编号 而之后舒文还在床上 发现了一套女性的贴身衣物 这很可能就是死者张宇丢失的 与此同时 门外的警员也有了发现 他们在猪光耀家门口的小树林里 发现了一辆电动车 车白号与李梅丢的那辆车一模一样 拿着一样看来 偷李梅车的人就是猪光耀 而他也很有可能 就是杀害张宇的凶手 河队立刻下了通缉令 命人扩大范围搜查猪光耀的踪迹 而正在此时 警方竟然又接到一个女人的报案 据他称 昨晚有一个男人突然闯进了他家 用刀威胁他 让他拿钱出来 本来他已经把钱拿出来了 可没想到这个人竟然嫌少 为此还恼羞成怒 威胁了他 舒文怀疑这个人就是烛光耀 于是便给女人看了他的照片 没想到女人非常肯定的说 昨晚威胁他的就是这个人 他称 这个可恶的男人 威胁他之后 还说让他今天晚上准备一万块钱 放在村里戏台子边上的石阶上 如果他不照走 今天晚上他还会去家里找他 他越想越害怕 于是就赶快来报警了 听了女人的话 河队立刻决定引蛇出洞 他让女人今晚按照珠光耀说的做 而他们则在附近寻找合适的地点 对戏台子进行布控 在约定时间之前 警方就在戏台子对面找到了一个宾馆 一群警员猫在宾馆里 目不转睛的盯着戏台子 距离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 而女人也把钱放到了指定的地点 到时间之后 果然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来了 可这个人犹豫了半天 也没有去戏台子上拿钱 而且因为晚上黑 河队也没有看清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珠光耀 为了不打草惊蛇 河队没有立刻行动 而这个人犹豫了一会儿也走了 之后直到次日早上 也没有人再来过 等了一晚上也没有等到珠光耀 警员们都有些困了 正在此时 一直盯梢的警员 突然看到珠光耀 快步向戏台子走了过来 看来他这是准备行动了 他在戏台子前面晃了半天 趁着四周没人 便偷偷摸摸的跑上了戏台 看他终于要伸出魔爪了 河队立刻命警员 开始抓捕行动 珠光耀刚拿上钱 河队等人就赶了过来 而他看到警员的到来 竟然还不放弃抵抗 拿着钱就冲进了小巷子 而警员们也立刻追了过去 可没想到刚进巷子没多久 河队等人竟然发现了一个女人 她衣衫褴褛 四肢都被绑在铁架子上 看来这个珠光耀做的恶还不少 正在此时 河队突然听见不远处 传来石板碎裂的声音 原来这个珠光耀 被警员们吓得慌不择路 竟然在从墙上翻下来的时候 直接翻进了臭水沟里 他还以为警方已经抓不到他了 竟然还准备大摇大摆的离开这里 殊不知河队早就追了上来 直接一脚把他踹倒在地 后面的警员也一股脑涌了上来 直接把他抓了起来 审讯室里面对河队的审问 朱光耀刚开始只承认 自己在净水镇偷了一辆电动车 其余的却拒不承认 看到死鸭子嘴硬 河队直接将在自行车上 提取到的指纹结果拿了出来 河队警告朱光耀 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切实的证据 就算他不老实交代 警方依然能顶他的罪 听到这话朱光耀明白 自己再挣扎也没有用了 于是便将当晚 章鱼遇害时的情况 一一交代了 据他称 当晚他本来打算回家 可没想到却在路上 遇见了受惊的章鱼 因为他和章鱼的丈夫林凯是排友 所以章鱼就告诉了他一件事 章鱼称他之前在路上因为尿急 就去小树林里解决了一下 可没想到却看见了一个女人 被五花大绑在铁架子上 那女人的样子实在可怕 所以他吓得直接就跑了 现在他回想起来 觉得那个女人应该是被人囚禁了 所以他就想报警 可这话让囚禁女人的真凶朱光耀听见了 那可不得了 害怕章鱼去报警 所以朱光耀直接一不做二不休 将章鱼带到树林里虐杀了 这个男人真是可怕 伤到三十多岁的年轻女人 吓到几岁的小女孩 他都不放过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严厉的制裁 在这里也想告诉女孩子们 夜晚千万不要一个人出门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茂密的小树林里 竟发现了一具身穿红色超短裙的女尸 警方接着报案 立刻赶到现场 法医初步检查 发现女孩的额头和身上全都是血 看样子 生前肯定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折磨 据了解 女尸是一对上山锻炼身体的老夫妇发现的 至于死亡时间 法医判断应该是昨晚十二点左右 随后女警郑瑜检查了死者的尸体 发现在身上还有一张身份证 从证件上来看 死者应该叫做春丽 今年27岁 他身上的衣服非常凌乱 因此警员猜测 他生前很可能被侵犯过 眼看现场没有其他的痕迹 警方便先将尸体带回了警局 赶快试验结果就出来了 经过检查发现 死者确实被侵犯过 而且令人惊讶的是 凶者的作案手法 竟与前段时间发生的一起 连环凶杀案中的受害者一模一样 几个受害者都是年轻女性 头部粉碎性骨折 胃里有酒精和少量兴奋剂的残留 所以警方判断 很可能是之前连环凶杀案的凶手 再次作案了 发现尸体的树林 没有任何打斗痕迹 因此那里应该只是抛尸现场 接连发生了几起案件 都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没想到却再次接着报案 又有一名女性遭到了袭击 不过幸运的是 这个女孩没有死亡 得到消息后 正于立刻带着警员小和 一起去了医院 受害女孩非常虚弱 但面对警方的审问 女孩还是很配合的 他回忆起昨晚的经历 大概11点左右 他正在吧台喝上头水 一个男人突然过来打讪 两人聊得挺开心的 所以之后 他就跟男人一起离开了 但没想到 那个男人却那么变态 两人刚结束 男人竟想拿盐头烫自己 他吓得急忙反抗 而头上的伤 就是与男人搏斗期间造成的 听了女孩的讲述 警方这边也很快 根据女孩的描述 画出了那个嫌犯的画像 可警员小和看着这张画像 却觉得十分熟悉 这不是他之前当片警时 辖去那一个经常饭事的 小伙子张强吗 这人可是个惯犯啊 还把他继续做案 小和赶紧带着人 去了张强家 可敲门后 却只有张强母亲在家 一听说是来找儿子的 老太太立刻炸了 我没哪儿子 我儿子找死了 说完便路计冲冲摔上了门 小和两人非常无奈 这张强到底做了 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竟然让一个老母亲 这样说自己的儿子 真是太可怕了 之后有一天 警方需要抓捕一名犯罪嫌疑人 于是便让小和 与郑宇甲份夫妻 在交易地点附近进行蹲点 没听到此时 小和却看到一个 需要帮助的大妈 她是个喜欢助人为乐的 于是立刻抢着 要帮大妈搬绿茶饮料 浑然忘记 自己这是在执行任务 郑宇拦都拦不住 没想到刚过了马路 小和一扭头 竟然看见了张强 张强也看到了他 吓得立马跑了 小和来不及多说 抱着装绿茶的箱子 就追了上去 郑宇急得不行 这次任务 就是为了抓捕毒贩张强 这还没开始 竟然就暴露了 无奈警方只能撤销行动 此时小和追着张强 已经跑到了大街上 而张强害怕自己跑不掉 竟伸手从兜里 拿出了一把枪 小和急忙趴下 用绿茶箱子 挡住自己的脑袋 可等了一会儿 也不见响 于是他慢慢地抬起头 却发现张强 竟然已经不见了 而此时余光里 却出现了一条腿 小和抬头看 没想到竟是自己的搭档郑宇 此时郑宇看着小和的蠢样 也无语极了 无奈只能将他拉去训练室训练 晚上两人训练结束后 去餐厅吃饭 郑宇又说起了 这次的连环凶杀案 他调查了几个受害人的情况 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单身或者家庭不幸福 而且喜欢到酒吧玩 所以这么看来 凶手应该经常出现在酒吧里 可本事得有几百个酒吧 难不成警方要挨个去蹲点吗 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啊 不过目前警方根据线索推断 这个凶手很可能就是张强 所以只要仔细寻找张强的踪迹 应该很快就能破案 郑宇和小和日夜监测张强 经常出现的地点 没想到还真有发现 张强明天中午 即将在一个商场进行毒品交易 得到消息后 警方立刻在商场布置了便衣警察 赶快就看到了张强的身影 不久后 与张强进行交易的人也出现了 警方正准备对张强进行抓捕 没想到张强却先看到了小和 瞎着拔腿就跑 众人一看这架势 只能赶紧追上去 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 郑宇和小和跟着张强 跑到了商场的地下停车场 没想到张强却突然拿出了枪 两人赶紧躲到墙后 等再次探出头时 却发现张强已经跑了 不过警方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他肯定跑不远 于是两人慢慢前进 一边找掩体 一边寻找张强的踪迹 郑宇刚跑到一面墙后面 张强突然在墙那边 探出头来开了一枪 吓得两人又急忙缩了回去 郑宇赶紧回去 小和趁机跑去与他会合 可之后张强却没了动静 小和试探性的往另一边走 但没想到的是 刚走两步 竟被藏在暗处的张强给挟持了 此时其他警员也赶来支援了 张强威胁他们 称要是再往前走一步 就打死小和 不过郑宇倒是没被他吓到 在刚才的火瓶过程中 张强已经打出了六发子弹 一把手枪里也只有六个弹槽 所以现在张强手中的手枪 就只是个摆设而已 郑宇一步步紧逼 趁张强慌乱之际 一把将他制服了 所有警方便将他带回了警局 郑宇立刻对他进行审问 但出现意料的是 张强并不承认自己杀人 而且还提供了确切的不在场证明 警方经过调查 发现张强并没有说谎 因此也只能排除他的嫌疑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线索 最后却得知 这人并不是凶手 小和非常无奈 而没想到就在这时 警方却再次接着抛案 郊外的树林里 再次发现了一具裸体女士 此状与前几位受害者基本一致 卡莱志士凶手再次作案了 虽然现场依旧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但小和却有了意外的发现 他照了照镜子 发现脸上再次出现了红尘 上次霍比 是在前一个受害者春丽的抛尸现场 这绝对不是小和 小和怀疑 与现场闻到的香味有关 因为他在两个受害者身上 都闻到了同一种香味 因此他怀疑 这些受害者遇害 很可能与这种香水有关 如果不是他们喷了同一种香水后 被凶手盯上了 那就是凶手对这种香水 有特殊的感觉 在杀害他们之前 给他们喷了这种香水 不管是哪种可能 都证明这个凶手非常变态 郑玉也同意这个猜测 并且他还想到了一个办法 既然凶手喜欢这种香水 那他为什么不用自身做诱饵 将凶手引出来呢 虽然这种方法有些危险 但也是唯一能快速 从茫茫人海中 揪出凶手的办法了 当晚郑玉巧窗后 就选了一间酒吧进去 而小河也在不远处盯着 但可惜的是 过程中虽然有不少男人 过来搭讪 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 真正对郑玉下手 不甘心的两人 一直等到次日早上 都没有任何发现 郑玉十分苦恼 难道是他们的调查方向错了 不应该啊 郑玉不想放弃 可案件调查到这里 却一点新的线索都没有 而此时上级领导也觉得 他们的破案速度有问题 于是决定将案件 移交给上一级进行调查 郑玉得知这个消息 非常无奈 但也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案件毫无进展 郑玉心理压力非常大 无可奈何之下 他决定出去散散心 小河经说后 赶紧找了郑玉 要去的旅游地 相熟的朋友 希望他到了那里 能够好好放松一下 警局众人 一起将郑玉送走了 当天晚上 小河心下案件 决定再去附近的酒吧看看 没想到他刚坐下四处看了看 竟看到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人 郑玉 他不是去旅游了吗 小河怒气冲冲找了过去 发现自己果真没看错 随由小河便将郑玉 拉出去进行劝解 他希望郑玉 不要执念这么深 目前案件已经被移交 也就是说 这起案件 与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可郑玉不甘心 他曾发誓 一定要亲手抓住 这个变态凶手 虽然案件不再归他管 可他依旧要调查下去 小河很无奈 这人怎么这么偏执啊 不过他生气的原因 并不是这个 两人作为搭档 郑玉想要继续调查 为什么不跟他说呢 难道他作为搭档 就这么不值得信任吗 听了这话 郑玉也忍不住了 他从自己之所以这么着急 就是因为他知道 这很可能是他刑警生涯中 最后一个案子了 前不久他去医院体检 已经查出自己患上了假抗 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间 他食量大增的原因 小河听到这话震惊了 原来是这样 他也无法再生气了 只能尽力安抚郑玉 就算做不了刑警 但可以去别的部门啊 照样是为人民服务的 郑玉不想多说 现在他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小河没办法 只能先离开 而郑玉坐了一会儿 便又去了酒吧 没想到刚喝了两口 突然有个男人过来 说有人要他回个电话 郑玉没多想 便用手机回了过去 没想到电话那边是个男人 还说他身上的香味非常迷人 想跟着见面约会 郑玉震惊了 难不成这人就是凶手 不想放过一点线索 于是他很快就同意了 随后便跟随男人电话中的指引 赶快结账出门 准备打一辆出租车过去 但在出门的时候 他却突然感觉脸上非常热 看来他是在不知不觉中 被人下了药 但此刻他来不及多想 只想赶快抓到凶手 于是立刻招手 打了一辆出租车坐上去 向男人说着地方驶去 路上郑玉突然接到了小河的电话 不能那边开口 郑玉便将自己目前的情况 介绍清楚 最后告诉小河 为了以防万一 不要给他打电话 有什么消息 他会主动通知的 小河非常震惊 他难道要孤身一人去抓捕凶手 这也太冒险了 小河不敢耽误 赶紧将消息传回警局 而此时郑玉这边 刚挂了电话 便接到了凶手的电话 那边给了他一个地址 而很快出租车便到了 郑玉晃悠悠地下车 一扭头 便看见身后是来一辆黑车 上车后 男人并没有与他多加交谈 于是郑玉变成这个机会 悄悄将手机拿出来 将自己的情况告知小河 并且还将他们的目的地 通知了小河 随后意识不甚清楚的郑玉 便被人半拖半拉的 带进了一间房中 房间里摆满了香水瓶子 看来郑玉的预感不错 这个约他的男人 很可能就是真凶 可此时郑玉 已经基本没有了反抗能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 自己装有手机的包 被男人拿走 最后男人又开始播放音乐 看起来非常有仪式感 之后在郑玉浑身无力之际 男人又拿起架子上的香水 朝郑玉走来 此时男人的脸 终于显现了出来 可他脸上不知道贴了什么东西 让整张脸看起来非常怪异 郑玉吓了一跳 但却怎么都起不来 男人就这样 趁他无法反抗之际 将香水喷到了他的胳膊上 郑玉又十分痴迷地闻了闻 而之后 他便开始熟练地摇瓶子 看着动作 他应该是一个调酒师 那就说得通 他为什么会盯上 在酒吧玩的女孩了 郑玉看着男人神经质的动作 都做不了 而此时的小和 已经根据郑玉之前的短信 找了过来 但这并不知道具体位置 打郑玉的电话也打不通 就在此时 他突然听到不远处的地下室里 传来一阵音乐声 这大晚上的 谁会放这么奇怪诡异的音乐啊 小和很好奇 于是便寻着声音过去 走近之后 他还听到了一阵 调柳式翻屏的声音 小和跟着声音走了许久 终于找到了传出声音的屋子 果断冲了进去 没想到郑小和男人撞上 所有两人就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而此时郑玉也稍微缓过来了 拿出爆裂的手枪 就准备帮小和一起制服男人 但可惜的是 郑玉体力没有恢复 再加上小和与男人一直在搏斗 手枪根本无法对准男人 就在他挣扎期间 小和一不小心 被男人打倒在地 而男人则是趁机 抢了郑玉的枪 立刻对准了小和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郑玉终于反应过来 一把从后面 将男人砸晕了 两人瞬间松了口气 郑玉缓了一会儿 便去查看男人的情况 可没想到刚伸出手 男人突然醒了 直接掐上郑玉的脖子 将他按倒在床上 郑玉气管里的空气 一点点被挤压出来 就在他快要呼吸不上来时 小和及时拿着枪 直接给了男人一枪 男人硬生倒地 随后两人小心 揭开男人的面具 却发现 这人竟是酒吧的调酒师王勇 看来他应该就是 利用自己的职业 挑选了这些受害者 警方随后对王勇进行调查 发现他曾谈过一个女友 不过后来 女友就扔下他出国了 那个女孩非常喜欢一款香水 味道就与这些受害者身上的一样 因此警员们猜测 王勇之所以作案 应该就是想 报复类似女友这样的人 可这些女孩 又是多么无辜啊 明明没做错任何事情 却被残忍杀害 真是太可惜了 不过在这里 也要提醒大家 一定不要随便 与陌生人单独见面 谁都不知道 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 有问题 如果她是ED 这声音質 你又要练一心